朱尔摺 密封 方法 用 WrestleManiaame 朱尔摺 學活作種 這時候我們國弟子 其實一定要把它剷透 就是說我們在大協教書 這裡是件大事 我今天早上在上課的時候 因為我原來選了一篇黃出民的 國俊你不回來吃飯嗎 那想像他兒子自殺 他寫了一首信誓 你給人一來國俊你不回來吃飯 實際上不回來吃飯是他永遠不能回來吃飯 他就吃飯你講的滿心的心酸 雖然他不回來吃飯 他就說我就等你回來 還沒回來我就先吃了 他就知道他媽媽活動 媽媽當時那時候沒回來他就感到沒吃 媽媽才有乾脆就要煮飯 所以飯都煮飯 大風電鍋到底要煮飯煮 用多少水都做都不記得 那我不知道啊 他就寫得非常好 你看起來就是好像我們日常生活中的講話 沒有擔心 但是這個處處看出那一番 父母親對那小孩的那一番 懷念那一番的心酸 最後一句故意說 估計你不回來吃飯 但是這個位置永遠在等著你 他不就是在暗示小孩在父母心目中 那個位置是永遠在那裡 可是這種事我就擔心這些 大藝的學生 我就把洪南的一篇文章拿來講 洪南寫說 相信我你沒有 也一直說 年輕人當你在走到那個生死關頭的時候 要慎重想啊 你以為你就這樣一走兩次喔 沒有啊 沒有啊 沒有 他們相信我你沒有啊 結果我想這樣還不夠 因為洪南他是個心理學家 他從心理學角度來說 說到也很感動 不過我想一下 我今天就在看他那一天 等一下那部門看電影 結果這早晚的妹妹 得瑞莎 那個心理 很多朋友講到那個音講 為窮人中的窮人 在服務他 號是叫加爾格達的電視 付出指導成上 我就說蕭莎他們要能夠知道 生命的珍貨他們有寫到 是因為對窮人有一份的尊敬 我們一般世人 他講得非常好 那一般世人對窮困的人 生病的人 無疑的人 也許你有同情心 但是你有沒有同情之外 有沒有那一份的尊敬 對窮困的人 三個不奔三個不奔 三個不奔仇人 對別人都講得好人 你是在悲憫他以外 你到底有什麼對生命的尊重 好人敢的 拿了一個覺得正面的拿起來 我突然為什麼想到這個 就想到說 所以佛門這樣一看 這個時間點 因為像德雲像這樣的人 其實真的不簡單 你看起來他好像就做的 就是一看似好像平凡 其實非常的不平凡 是不是 他也不是為了得到這個時間點的掌聲 他就去講他生死 他有一個垂死之家 就對要死的人 他希望能夠拿到有一個分的尊嚴 但是我們在佛教上來講 講得更精明 講他要我們對生死 要能夠了生脫死 了 了了 這個生要了了清楚明白明白 透死 不在生死的空海中 在那邊受苦 而能夠究竟解脫 你看這個多究竟的大事 對不對 這是一個究竟大事 這是真的是在我們一般 一般認哲學也好 一般人 這個人道主義的這個也好 要談個這樣的究竟 你沒有看透生死 沒有真明了明白生死 走不到 真的是走不到 所以這段幾十七夜 我是一直覺得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你的經教 我當了生脫死 但是被安靠當了生脫死 我曾經也跟科士說 所以直接了當 而且沒有第二個法 那了生脫死 你就不會靈心見性不可 我認定第二個法 真的沒有這個第二個法 你的這段心 你現在在起心動念這段心 對不對 我現在在講話 大家聽得很清楚那段心 那段心清楚沒有明白沒有 明明白白白沒有 你有沒有夾雜有許多別的念頭 有沒有起貪撐吃的念頭 有貪有撐有吃 這段心就不會明白 對不對 這段心有貪的心 這段心現在有撐的心 這段心就過盡了 你在貪撐之當中 有貪的起貪的心的因 你就要接受貪的果報 有那些因頭的果報嗎 是不是 以我們說貪撐吃 我們講過 這貪撐吃是很重的人 最多重的那個貪撐吃而造的業 所以做的東西 那東西如果做得太重 重也會清楚 生死的最主要的原因是真的 因為萬般帶不去 只有什麼學生 最主要的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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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優惠就是我們生死輪惠 它的六道輪惠最主要的主題 就是這個優惠 對不對 優惠 這個優惠 這個優惠 這個優惠也對 優惠 什麼優惠 我們的優惠都在哪裡造 在生、口、意 你造成什麼 是不是 你不幾 這是三業 生業、口業、心、意業 對不對 你造了 生就是 所以可以造什麼業 殺、道、意 對不對 口業 最容易可以造口業 對 唉唷 晃 晃 晃 十種 一臉 七層 三層 慘疑 對 對 要看一個人又慘疑 我如果要看一個人又慘疑 我就說我再加一個 無聊 哈哈 哈哈 無聊 這個怎麼 他在做什麼 很無聊 蛤 對 有時候 有時候我說 有時候我說犯法家人是真的 有時候很多人你注意看 真的是無聊到幾天 尤其現在 年老的人越來越多 所謂效益的關係這個事情 我一直覺得這事情是要該做 很多年老的人你來注意看 如果當他 變來陷入一個孤獨的時候 他一天真的無能無聊 無聊就會生病 對 相依在這裡 一天會生病 無聊會不會生病 很無聊 他應該很無聊 太無聊 他這個無聊 他這個忙 今天無聊還在會陪陪宗師 那個無聊 那這個無聊 這抓一抓 主委說抓什麼 這抓一抓就是 因為我們這一念心 不清澈 不清澈就是意義 這個心意 對不對 你如果清澈的時候 你怎麼去做 你如果清澈的時候 你怎麼去攤叉 你如果清澈心 你才是那個誠恨心 不會啊 對不對 所以完全看你這點心是清澈不是清澈 有清澈心 就是絕心嘛 絕就是復活 活著絕爺 對不對 你現在這點心叫你離開了 叫他怎麼說 叫你離開了 或者說我們六根 變成六徑 變成鼻舌生意 叫射身相會處罵迷信 對不對 心照出力 對不對 左向左近 那也是叫迷信 迷信 你會是分別心 你會像在佔有 是不是 所以你可能會請殺 盜 贏的總統帥出來 對不對 所以就是作業 作業 有這個作業的因 所以你來想 苦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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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 所以要這樣說什麼 你想這個苦的苦的苦的時候 這個六道在那裡輪迴 你要想什麼 這個輪迴來說 這輪迴就是一段一段了 你現在做人 做事到事一百年 這個以上是我講過 這叫混沌生死 是不是 混沌生死 你下一段呢 你下什麼呢 你來世呢 來世就看你這一次做什麼嘛 今生做則是嘛 來生受則是嘛 今生你所做的 那就是來生要接受的 接受的果報 對不對 對不對 那你想想看 這個就是一個因應的果 你這樣一直在做這個果報 一直在轉這裡輪迴 所以就有生死 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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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會說他很感慨說 我們叫做流浪生死 不是在流浪 流浪生死呢 人家沒有錢啊 人家沒有錢 我們就對著要給你轉啊 給你走啊 是不是 所以我五主才特別開始 世人生死世大 這是一件大事啊 你你沒有情澈 所以你到底那六道中 一直你大轉你轉 你要顛倒你這樣轉嘛 那你要什麼叫做流浪生死 流浪生死這講得很清楚 流浪生死不是跟種福田而已 不跟什麼叫火福福報 不是說種福田不重要 但是一般種福田 只是期望能夠得到福報 福報 福報 欸 能夠報耶 報了就沒有了 我賺的錢贏了就沒有了 所以你才說 其實 大家要注意要求處理生死苦海 這就很重要 就是要怎麼了生死 這是一件大事 這一件大事呢 了生死的大事他下面還提醒你 那為什麼我們會在生死中苦海呢 因為自信你 我們的主心叫明 這個主心 這個明星的明星 這個主心明星 你的明星是寬中 所以我要再三提醒裡面 這句話也是提醒大家 真的是趕快 返照 找回你那個覺的那個本心 那個福提心啊 這個火絕心 這個明星的明就是指的 就是那個我們所謂的福提心 有沒有 阿福利心正了 福利心這個廟用 見信 這個信指的就是內盤信 內盤 內盤信就是那個不生不昧 如如不動的 不生不昧如如不動的 阿這 這個信跟信的作用的是體 阿這福利心就起的是廟用 一個體一個用 阿這個體跟用這兩個就是一個 這二是一 一是二 所以這個地方是 再提醒大家注意說 今天不能說你是大小好了 你做什麼好了 其實阿 其實阿 你還是得面對聖事 告訴你 除非 除非你我的民心間信 那民心間信 能不能民心間信 不在意說你今天是好党 還是說你是什麼總統 六祖的不認識 不認識人 不認識人的 聽到經理就開悟 對不對 這個 我就這樣就進檢討 所以這個無關這些 完全在你的這一念信 所以六祖的一些提醒大家 要去自看智慧 要起自本心波羅之心 這告訴各位 要了生就是 要民心見信 一定要靠什麼 波羅之心 不是理性 不是自信 不是自信 是智慧 我昨天在那個大盤裡面問 那一百多個學生 我說答對的我會講評 因為那個劉交惟老師他設計了一個溝通 那你就有一百五十個心理學專家在這裡 然後我那個語言很有意思 人生都出別 告訴我 他找我 他問我說講座 阿弟撐住 我跟他訪問說阿弟撐住 最後他竟然要我講 我說如果你沒能夠知道我選的是哪一個 我有獎品 一會兒幾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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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叫一個人 他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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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寫了報告 寫了等等 拿到獎品 陸生 十個裡面就佔兩個 他寫了 一百五十個 寫了 寫了 陸生 也不過是二十個人選而已 他們一問問題 騎手 陸生 他寫了 我們台灣小孩 問他騎手 他說有獎品 有獎品 他騎手 陸生 陸生 大家想說話 小孩 你看他騎手 告訴你 所以你可以發現得到 他只是有一個概念 他上來邊講 邊在那邊組織 邊在那邊思考 他就有這個本事 這就是另外一個感觸 我就是 我在選擇智慧 所以是藉那個在跟他那邊講 所以 六十四在講這個 你們自己 要從你的思想的波爾 起那個絕躁的智慧 絕躁的波爾 你這樣跟我們聊生都說 然後這跟你要提醒 做比較重要 這個波爾的智慧 不是用思量 思量的波 思量的變成多 在意識分別下 有意識的分別 有分別就會有相對待 有相對待就有生命 相對分別嘛 不是生命 有生有命 生命生命 我再強調分別強調一點 因為我有這個生命心 所以就我有生死的輪迴 不提心沒有生命 內白心沒有生命 怎麼 不生不命 他不生不命 這個不提心是絕啊 他不會執著被判人 這個波爾智慧其實沒有啊 他能夠善分別一切諸法下 但是低意不懂 我用台灣說 知不做事 知不做事 知不教來 不生法下 不去分別 沒有得失 沒有什麼 這個有是非 沒有 這個決心真的很奇妙 這就是我們自己本來要摸 我們來本質具足 這本質具足 所以這不像我會想的嘛 不像客人中來 不像地性 知識當中長來 不像 除非你自己能夠運心 欺負自本心本性 這顆心情緒沒有情緒 其實那一個決心 竟然是不生不命 是你不再參與而已 他時刻 不在內也不在外也不在中 但是你要別的就有 你如果真的想要別的 要情緒 你想要情緒 想要情緒你的心 他心就行 情緒的答案就是一樣 知道想要情緒的 答在問處 問在答處 答就在問處 你想要清楚的 那一念心是什麼 讓你能夠清楚的 那一念心是什麼 所以我們不要這樣說 所以我們不要這樣說 見心之人 言下惜見 這博士法師七言 比較重點來提一下 能夠見性 見不是看見 見性意思是能夠欺負 欺負本性的人 他用了四個字 他叫做言下 手下 手下聯想 當下 當下 這個講話的當下 當下清清楚楚明白明白 有沒有 那個當下的清楚明白 如果當下不清楚不明白 過了之後 話講過了之後 經過思考才清楚的時候 已經不是當下 也已經不是話頭了 已經是話尾 當下 因為過了 講的話已經過了 就在講的言語 說話的當下 因為那個當下 他不執著在那個上面 當體積空了 當下那一念 還是清清楚明白明白 還是沒有夾雜得失毀 就是 那個清清楚楚明白明白 那個心就是 沒有 當下 也就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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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不是說 照文字 這完全是 要實證 你能 聽得到 現在 我告訴你 你聽著做信證 那個當下 這個心 那個清清楚楚明白明白 那個心就是 我再說一遍 如果等到起第二念 啊 太大了 某某人家說什麼啊 那電影而已 那已經畫過了 那就是一個尾巴 不是我們講說參話多的 畫頭 那個能知道說話的那個 能聽得懂的那個 能知道天氣能 天氣多的那個 那是畫頭啊 不是在畫圍 言下 所以各位如果能夠清楚這一點 不是說太貨人 他都進災 路路不動 所以都算不動 不是 他都請您吃吃明明白白 但是他都不會攀岩 不會辭走 因為言下就見信了 所以文柏傑金我這樣提到這個話 他在文書須利菩薩你對話的時候 那個真的是很感動的 你談到空性 這個是空性的意思 文書須利菩薩馬上問來一句 空可分別的 我上次講過嘛 分別一空 我明白 這是茶 這是水 但明白明白摘了好 不要這是涼嘛 我去攀岩之爪嘛 這好涼呢 我去攀岩之爪嘛 我去攀岩之爪嘛 如是知 如是見 如是信見 目生發祥 當體極空 當體極空 那些決心就是如此 一 全靜止 莊子也做過這個理由啊 莊子啊 有沒有靜止做理由 這靜止說他能夠照 照但是照我的印子 但是不藏 那靜止裡面還有藏東西 沒有 你女子怎麼做 他裡面也是沒有執著 沒有攀岩的東西 沒有啊 對不對 走裡面還是 靜止還是寧靜嘛 物來則應 過去 不留啊 那就是我們的覺醒 拿這個做比喻 所以這個是一定要沿下溪見 沿下溪見到什麼地步呢 道工在 無關怎麼走行 無關你伊道都緊張 甚至在打戰 在跟人家在那邊刀劍來往的時候 你看人道三周 易得見之 那個菩提心 那個那盤性 還是清清楚楚彼彼彼 拜拜 你有辦法 不要本事做到這個地步 外境 外在的境 境 你現在在怎麼樣的情境下 我的心 都沒有攀岩 都沒有執著 都不住 不住在境上 無關這個境什麼境 我恐怖 我怕贏的境 我這顆心 清楚明明白白 不去教好教來 對不對 不去有境轉 這個心 不隨盡轉 真心清楚明明白白 那個就是我們的自信 那個就是我們的決心 聽過問題 可以 請坐 請坐 我想到的問題是說 是要修到那個程度以後才可以去轉境呢 還是說 靜跟心都可以同時用功 就是儒家講的那個 內聖跟外亡 那 如果佛家來講的話 那是不是只有內聖 還有外亡 這個 這個 就算看沒人的 過去生 過去世 一直修來的這個願意 有關 這個有關 因為 我覺得你問這個問題非常重要 其實很多人都會有在思考這個問題 但是如果從這個無上聖 不只是大聖 我想說無上聖 所以無上聖就是不在大小中做分別 那個叫無上聖 從無上聖的活法來說 你想要修的時候那個無上聖的活法來說 他是以利他 利他 以利他來圓滿成就這一份的利己 不是等到我內聖以外我才能外亡 再活活下來活完了 那個就是因為他過去的願意 他有那個菩薩心 一定有這個菩薩心 大願意 那個大願意 當你已經可以 你想嗎 你可以以這個道場 我們這個色聖的道場 對不對 我們這個五印也可以做道場 我六根也可以做道場 是不是 我會被六根丟不丟去 不過你要等到 但是我如果借六根來做道場 我可以傾聽 我現在我的學生現在在受什麼苦 是不是 我可以利益眾生 我可以嘴巴說法 用法不施 我可以嘴巴也可以那種德啊 他來 那是傷人 殺人 是不是 這就看你要 那這一念心 那如果我今天都是發的心 都是我要成就大家 所以德論三文這個很簡單 所以他不是佛教主 但是其實你可以看 他起心動力多次在為窮人 為病人 對不對 為最孤獨無一的人做強 他無私的奉獻 付出 他有一個名句嗎 付出直到成喪 對不對 他就拿這個在成就 所以他生活自己撿補得不得了 他自己完全把它打開 他心中只有沒有做別人 而且只有的就是那些窮 裝著窮的人 那些人自己都沒辦法 所以這問題其實很好 現在我們獨家講的就是 治天子以治於素人 一事皆以修身為本 沒有錯 修身就要先內聖 就要你剛講的 就是要先明明德 明明德之後你才能夠 齊家治國 平天下 就是慶民在自己治上 他那是一個層次的步驟 是不是 這當然 這個層次的步驟 是對一般來說 會有一個 建制修行的路來我走 但是如果真的是 我這樣說不好意思 如果說你真是有那麼大的殊勝因緣 你看看所有經典佛經裡面 以金剛經代功能 一打開馬上跟你做手 善男子善女人 發什麼心 發什麼心 阿諾多諾三分之心 阿諾多諾三分之心 就是發無上的正等正絕 什麼叫做無上正等正絕 正的是不落在兩頭嗎 不落在兩邊才正阿 兩邊不純 忠道不立正 正等阿 這個絕也是不落在兩頭 忠道不立正絕 無上 就沒有上下的分別對不對 沒有好壞的分別沒有 都已經到平等一族的一個心 當天平等一族的心 你看那個心是清淨到毫無雜質 是不是 能夠包容一切 甚至天堂地益都可以包容 實法界都可以包容 諸佛菩薩都可以包容在這裡 就在這一念心 所以 我這樣說的意思是告訴各位說 在佛上那個 發這個無上正等的心 其實就是告訴你 要發的就是我們本具的佛心 這個本具的佛心沒有說 我先成活你再成活的心的分別 沒有 沒有這個我相 人相 眾生相 受德相的分別 沒有人我的分別相 佛心啊 這佛心 對吧 那這一個的話是那個 就是說一般在佛教界那個還是內修而已 就是說那個聽起來是理論 但是如果說像剛剛老師講說像那個 在打仗的時候 他的心還是很清楚 那很少耶 結果看起來只有像王陽明那一種 王陽明他真的做到 王陽明他平定那個成豪之亂 他那個收復那個土匪 就是說怎麼做到 那事實上看起來王陽明是儒家 他後來是 他後來是回心到儒家 那佛家這個理論有沒有辦法真的做得到 佛陀就是在視線 告訴你 為這個大事因緣故出現一事 佛陀一大事因緣故出現一事 就是為這件大事告訴你 他八項成道有沒有 視線 他在視線 真正能表勝透史 真正能夠使得這一個 這個六道都變成淨土 新淨土啊 不是靠我可以平成豪之亂 不是靠說我也可以帶兵打戰 可以走得到 我知道你的想法意思 這個在當年我年輕的時候 我就在看那個佛陀傳的時候 我在思考這個問題 佛陀如果他不出家 他應該是我們中國人講的什麼 聖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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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現在連聖王都沒有責任 但為什麼 那他為什麼要睡出家 因為即使聖王在世 我們就說了 言必稱謠順 到底是不是謠順只有這樣的人 不去談談 不去考證 如果真有 即使聖王在世 你可以讓這個天下平三四百人 就不得了 歷史告訴我們還是在心衰 在成敗中在那邊欺騎夫婦啊 浪堂逃進天果還是風流人火啊 是不是 歷史說不定就是一句 自在這樣的信衰中在那邊 正面都做 為什麼就是 你看看這件事情都不簡單 我當然在想 聖王 你看看他做王的時候 那個老闆是看多好 最少他做王的時候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 他的國家應該很安定 他偏偏要去出家 你還記得了 偏偏要去參考民宿 如果家人去考慮苦行 就為一個大事一面固執現的事 戰爭是殘酷啊 被代表人性的 許多脆弱的一些重點 那並不是親近土啊 那德國人說我們說 這只於至善 你看看 只於至善 你以為在說我們覺得 很差一點國家 對不起啊 我就稍微提一下 其實國家思想很多地方 你把一根國家 對人來應來看 孔子學說 你那幹嘛要開拍吧 我常覺得孔子 子貢講的話沒有錯 孔子之言信於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孔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 因為那個行而善的當時 不是他不願意講 因為那個時候 明智會開 說給大家聽話 所以凡此問人 他就跟他說愛人就好啊 你就愛人啊 炎徽你看看他那個 大地主 戰旦水過賢災啊 跟炎徽呢 賢災回也 但是炎徽問人呢 你說課幾乎兩次 倒是比較對的 英才施教 甘心 明天奈彌陵德有一篇寫這個 奈彌陵德 你比較年輕 奈彌陵德 當然在讀書的時候 我們在一起 我現在在頭痛 那我到底要跟他怎麼平啊 總會成 他原論文是他的來要我 要我平啊 我要怎麼平啊 因為他偏偏講的就是 講的就是整個東西 好啦不講這個 你想的啊 你這問題不講一個意思 儒家 好啦我用那個大學說的 意思皆以修身為本 那修身的事情是什麼事 修身的事情要從來做起 誠意 正心喔 不是德無知之喔 要從這個意啊 從這個心意 只能笑一笑 心意識 心意這個做起 這一塊就是你剛剛講的內聖 那這一塊的內聖 其實就是明德的功夫 德性明啊 那德性明的功夫之後怎麼會呢 就齊家 還有呢 治國 還有呢 平天下 這個就是清明的功夫 所謂叫清明 清明就是讓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都能明起明等 也是大學講的嘛 你說古之欲明明得於天下 古之欲明明得於天下 就必須要先治其國 那麼明明得於天下 是不是就是平天下 是不是 明明得於天下 要先治國啊 還要治其國 先起其家 所以他講平天下的平 用明明得來告訴你 所以真正的平天下 是明明得於天下 天下的每一個人都明得 天下的每一個人得心都光明 不就是我們講的嗎 心如果明 心如果是清淨 心就清淨 這個國土是不是究竟 就是天下平 所以這個就叫子儀至善 是吧 所以當然從見修 見修的方面來 你講沒有 見修 見修啊 逐步逐步進步修 是吧 但是呢 大學裡面也講過啊 所謂的明得者是至靈也 是你啊 你本具的德性啊 那你現在這個本具的德性 本具的德性 這個本具的德性 一旦張明出來的時候 還有沒有說 這是我的德性 我來照亮你的 沒有啊 沒有連我的分別像 太陽就出來 波威一見日 陽光就照到大地啊 剛明 陽光就自然照到大地啊 頓路法門就是誰 所以你剛說那個 也沒有錯 就見修我就這樣做 但是對於那個頓路法門來講的話 它是直直心心 直截了它就知道你的自信 自信這個 這陰念心 那個佛地心一出來 自覺 它就信圓滿劇圖 劇圖啊 那我們在陰地修行的人來說 當然就會分頓悟跟建修啊 其實建修的當它真的要悟的時候也得頓悟 建修只不過就是一個方便的方便 實實情乎式是建修啊 你在叉叉叉還沒有建信啊 你還在叉黑灰塵哪有建信 請問你鏡子本身哪有灰塵 鏡子本身沒有灰塵啊 是不是 灰塵是你去执著它染著它才有啊 是不是 我如果不染著呢 我的六根面對六鏡 我心不隨鏡轉 不执著在鏡上 鏡擋不了我啊 是不是鏡擋不了我 是不是 兩岸延伸提不住 親中已垢萬重山 嚴聲叫跟你歸你叫啊 我心沒有跟著跑 我心不隨鏡走 我們一般來講 心是被隨鏡來走 鏡也因為心而走 你剛講那個心跟鏡的關係 確實是相互會無止 懂嗎 但是從剛才說 無上的正的正解 我就是要回答你的 就是 這個佛性 這個佛性 再勝不爭再反不解 只是因為每一個人 你起的憲心不同 你的你的陰影忽得不同 所以有時候你是要悟啊 那個空性 但是悟空性的時候 悟到空性喔 但是你就屌離的空性不會出來 你屌離住在那個親近心啊 那清涼世界啊 都逍遙 都自在 我告訴你嘛 真的有一天 你這個學心理 其實你沒學心理喔 要學佛法 其實應該更快 其實我跟很多學生 學心理學生 談過他 對談過我 但對不起啊 但是學心理者 我覺得 因為你也在我們學校 你是十大學生 你要留意 有時候 有時候 因為我很專於這個 有時候我被他所障礙 啊 那佛法 正是 要能過 得不住洗 得不住 去不洗 你一旦著著在上面 你再大的學問又怎樣 方東美難道沒學問嗎 方東美啊 我問一下你在讀書說一個 你聽得到嗎 方東美 我們讀書的時候在荒洞梅還得了 對吧 你雖然比我年輕好多 但是你也知道荒洞梅馬上 台大的哲學 是不是 後來還是他的學生楊振和 他的學生楊振和啊 那個我跟他有熟啊 那個跟我差不多 他大概是 講完幾歲了 他也在台大哲學系教授 你看看一個哲學大師級的人 病倒在那邊的時候突然發現 我這一生的著作那麼多那麼多 有什麼用 解不了我的病痛的苦啊 解不了我的生死的這個迷啊 那都沒啊 怎麼辦 就因為那個因緣楊振和才 讓他就歸於映尊無數 他才慢慢領悟到 真要了生透實 不是說我要寫錯啊 不是說我的知識多好啊 符合可救 這個組成不清楚 你寫再多的書也救不了 我不是跟你買個像什麼 哈哈哈哈 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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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我又很怕講 我又要就買了 那個 那等一下 當時就說 你寫了你跟你們都買像什麼 我沒有這樣講啊 哈哈哈 開玩笑啊 是不是 這個比較衝突 因為 佛法不離世間絕 所以世間法你還是要贏吧 不是 世間法要贏嗎 所以我剛剛 在台北在現在看到一個講座 剛剛我講到後面的一個無相說 六子也在開示示法跟出示法 他這樣告訴大家 要笑 孝順他要笑 要自有報恩的心 世間法不圓滿 但世間法變圓滿 你不要忘掉一個字 佛法不離世間絕 不絕的話你就隨著世間的事 就在那邊天天倒倒這樣分成成 我就是足名足利嘛 忙忙碌碌一生就在那邊追逐名利 迷失在那名利當中 迷失在這個名利當年根利的從你中 清楚 就不一樣 清楚我一樣的可以寫入文 我一樣的可以升等 我一樣的可以當總統 但是 我當總統 並不是我眷戀那個權位 因為對那些權位 當總統 你不懂 但是因為那個英年 他要在那個位置上 他就在那個位置上做他 該做的事 這怎麼去照顧人 是不是 好 所以 你問的問題沒有錯 但是我現在告訴你 無上聖人的法正人的決 因為那是我們的佛性 我們本質劇的佛性 那一天的決性 其實他是真的是 不生不滅 不夠不盡 不真不見 沒有我跟他的分別下 沒有內跟外的分別下 所以沒有需要再來一個內聖 才能外亡 沒有 沒有 所以如果 你 哽 你敢 或者說你也明白 我是比較勸大家 唯得一邊 我那個這段世界 我會說 一致到位 一致到位的 乾脆我就發了 發了阿朗多種 上哪上佛提心 無上正能正絕心 發的菩提心 發的菩薩心 我就完全以利他為主 但是苦不苦 苦 因為 就是你今天有想發這個心 但是我們無視 那個無明所起的我執著 我的執著 我的執著 我見 是讓它在障礙你 是讓你在那邊掙扎 所以你接受的考驗也大得不得了 你接受考驗也大 所以 老師你叫我佛性 菩薩心 我一般的科研都來 哇 你就要做菩薩 他也不會弘柯楊 都不會弘柯楊 都不會弘柯楊 對 因為有眾生也有菩薩 現在你要做菩薩 眾生就可憐了 怎麼沒可憐 不然你不要做菩薩就要了 然後你的水波逐流 你那有死嗎 他就 不要說這個 我不是說官 是 對 我是有發布 要發布 是不然心是沒有錯 但是官是這個 你和我有些還沒跟他回答 那這學生他就把它 接他課以後 老師你說答在問處 問在答處 那種什麼叫真如 那真如是不是就是 糟糕 他躲在文字上 料理問你 我跟他在上課才看到 沒辦法回答他 你 董事長有人說 你手機又想啊 是啊 有的學生在問問題啊 都很古怪 你都特別的 人要問問問題 我生什麼都不用 開我玩笑 講我一句 這個就是 就是你要 既然你要 要行這一條菩薩道 你就 跟眾生結合不解之言 除非 所以我先講的無論 要我這個心 所謂有一天 眾生度盡 方真不敵 所以菩薩按摩者 做菩薩的 你要行菩薩道 你要記得 到時候你就知道 你一定是 一及一切 所以一切都圓滿 那個一才會圓滿 這個一啊 這念心 當一切都是淨土 你靠 你正不敵 那會不會考驗 考驗當然 科技 就科很大科 韓佑等下你去殘修就給你靠 你自己在殘修 他才考慮 其實那個都是你的起心動力 在那邊考慮自己 在考慮自己 那你去才會知道說 你到底是不是真的發那個心 你說你要發菩薩心 如果你在殘修當中說 殘修一樣殘定 突然在一個進來的時候 你皇不勝往他來 他告訴你 他說 你發菩薩心啊 我現在就希望你 希望 希望你救我啊 怎麼救 都要你的命 那你給不給 你不是化菩薩心嗎 你不是眾生度君化成菩提嗎 你要不要給 而且你還不能思考 有一個故事不是嗎 那個佛的弟子哪一個 他不記得那個 他那個是佛 那是佛部神來考他 那時候他那個生病 要那個眼睛 他又挖起來 他不對 不是說右邊要左邊 怎麼說 我兩邊都被你挖掉 沒有 這一念心而已 你說我沒有了 真的喔 你說我沒有了 你還想著你也厲害了嗎 你沒有執心嘛 對 所以 所以 所以表示說 你還要正到菩薩心 因為 扯薩心是 萬盡自如如 如 沒有人間的活動沒下 所以 執心 沒有 佛力 對 就這一題 男人 男人 不能忍 對 男性能行 還是男人 所以說 以你的善根 我是勸你 被發 一發就發 無上正能正確性 對 不需要我要在內聖 但是我這個沒有 否定 如講思想 明天我要 他去跟人家講 我跟人家說 不行 我還得說 好 開玩笑 因為修佑 慢慢 不是孔子不好 因為孔子要 他要應激受謊 他跟那個時代在受 該受謊 是不是 所以他在行的上面講的比較少 孟子的時候就開始講的比較多 在心性意義上 儒家的整個思想的體系 並不是在孔子的時代 就見得很完整 他還是在 是我們學教友講 他是因才師教 隨機在鬥教而已 是不是 所以整部論語 不是等於後來的語錄嗎 語錄啊 也不是一本這個完整的 學生思想的書 是不是 好 所以你這問題是才問得非常好 很多人都會在這個地方作詢 所以我是希望 既然六祖再告訴我們 是不惡法的 是頓悟 這個頓悟就是 直指心性 不落階體 直指心性 不在階梯的 不在一見智修行 所以單用此心 直了成活 就這一次 因為只有這個親近心 只有這個菩提心 才能夠了生脫死 這點要特別注意 自信一旦迷失掉 你就在生魅生魅中顛倒拿出來 對不對 因為他迷一輪 他會迷在 坦稱詩嘛 對不對 他人會迷在 六根會迷在 色身相會觸法上 是不是 迷去 叫撂去 撂去 撂去就有得失有生魅 有生魅就有生死輪迴 這個最重要的精華 就在這個地方 然後他已經告訴你很清楚 這個一定要留你的波爾智慧 所謂波爾的智慧 就是覺醒嘛 就是菩提心嘛 因為菩提心就是波爾智慧 沒有別的方法 不是敵性的 所以加上不是知識 所以我也坦白跟各位講 先這樣也知道 常常有時候遇到考試 就那些寫博士論文的 那個都用佛法寫 跟佛法有關的 那博士論文 這下都寫多少 那一段分 得了 你只要跟他問到 深入一點 他跟實證有關 所以得 我講一個很簡單的意思 有一個博士 其實他漫通文型的 好得不得了 坦白講 我不是故意 我只是 因為當時在考的時候 大家都熟人 他偏偏有一個年齡比我大的 他既然沒有大 他就當趙基人 朵松陶 那我這樣要當他 要躺他 那朵松陶就說 那算是你年齡是你最大 你先問嘛 你叫我先問我就先問一個 我只不過問他第一個問題而已 你這個論文的題目 坦山大師 對字 旺心 虛旺心的法文 坦山大師 對字旺心 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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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這一念心 起心動內出的希望 來得去 來得去 希望先 對字 我說請問你 你這個論文的題目 什麼叫做忘心 他就會答 那既然希望心 他是希望不實的 他是來得去 來得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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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要對字哪個心 他來得去 你看對字什麼心 他就虛的 他就虛的 你告訴你 他就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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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虛的 我是你問 你還要這個論文 我就跟他丟解一下 你有這種問的 他都去問他 我會丟解一下 他就虛的 你怎麼 你怎麼 你怎麼準備出來 你也知道教授 正大的那個 熊王 熊王 啊 我頭痛 怎麼打 打也不死 不打也不死 結果其他老師 包括那個 華古山那個 誰啊 那個法師啊 慧敏 慧敏 大家都說 我們沒有解決 我說 我根本要你改題目 嚴重到最後是要改題目 我說沒有 我們沒有所要他改題目 我只要問他 你整個論文 到底你要寫什麼 從論文題目上 你是不是真的知道 是不是 但是你一聽到我說 欸 你說虛妄心 就是虛妄 虛妄不時就是 來就去 來就去 這樣來就去 對峙哪一個 已經去 過去心不可得 你還要去對峙 現在心也不可得嘛 虛妄啊不可得 你急神急滅啊 那急神經病你要對峙什麼 未來心不可得啊 哪還沒有來啊 你要對峙什麼 對峙過去的 對峙現在的 還是對峙未來的 其實他的論文講 我講的時候 他的論文其實是英文 但是就是英文 說中台文的 第一次沒有 中國語以後 他他也沒有想到 所以我當然知道他的意思了 因為我們其實有生命心嘛 眾生都有 這凡夫都有這生命心嘛 都有這種執著心嘛 攀岩心嘛對不對 明明知道這個是 也是虛妄不實的 但是我們還是會執著 還是會攀岩 那我到底要怎麼樣來去 來處理他 我說的那個是 到底你實實在在 有沒有修正 你是不是真的知道 本性是什麼 那你論文就知道 他不知道